有話直說一分鐘,12月3日, 前香港眾志報秘書長周庭在社交媒體上宣布自己決定棄保前途。 周庭這種言行之惡劣不僅是其公然違反保釋條例,挑釁法紀, 更在於他將自己棄保的整個過程當作一筆可以炫耀的談之公開發佈, 以再號召更多有相似背景的人士仿效他這種自作聰明的行為。 雖然周庭身處國外,但不代表他從此可以高枕無憂。 第一,國安處應該立即著手調查周庭在國外讀書的資金來源, 尤其是要徹查其親友的境外匯款交易紀錄, 對於可疑的資金流向要及時追查, 盡快切斷周庭在境外生活的資金鏈。 第二,國安處可以考慮向加拿大多倫多的各間大學去信, 提醒校方可能正在容許一名於香港棄保前途的逃犯就讀, 以及告知校方存在的法律風險。 行會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環在評價這件事時提到, 警方批出保釋或交環旅行證件會考慮諸多因素。 但近年來曾從事政治活動人物來講後棄保前途都頗高, 因此警方應該重新審視現行的保釋條例, 以及是否要收緊對觸犯國安法涉及政治活動人士的保釋, 以降低未來出現第二個周庭的可能性。 如果大家對議題有任何意見,可以留言告訴我們。再見!